腳踏車壞掉了修一修可以再用的 來看到這12個修理達人 他們最會修理的當然就是再生的家具 這是台北市政府環保局旗下的12位專業修理達人 用他們的橋手讓最熱門的二手沙發 木櫃跟腳踏車都有了新的生命 而且一年之內他們幫市政府賺進了800萬元 原本脫皮旧旧的皮翼 沾個強力膠把皮黏上去 再烘烤一下馬上煥然一新 它是沙發達人李茂山60歲 修皮翼沙發15年 只要一到他的手都能賦予新生命 還有丟棄的電視櫃滿是刮痕玻璃也破了三兩下就修好了 一進來就看嘛就是掃了一個玻璃啊 那門把它看有沒有壞啊 然後再辦法看底下啊 他是木工達人陳靖才61歲的他 從14歲就開始當學徒一手好工藝 摸這個木頭摸了四十幾人了 那一來看就很厲害 這樣做起來就看得很好看 做北線喔 不會啦你越來越就會有興趣啊 年輕的師傅高一陣廢棄的腳踏車只需要幾個小時就像新的一樣 我們會先從前後輪左手 看鏈條是不是生鏽造成斷裂 然後再來就是腳踏板 腳踏板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檢測我們的煞車還有變速 今年才34歲的他修腳踏車的資歷也有10年 台北市環保區資源回收總共有12位這樣的專業修理達人 這三大項是最熱銷的再生家具 其中腳踏車是一推出就賣光光 因為市價幾千元這裡只要500元起跳 價格幾乎打一折 不僅氣囊中營額大幅成長兩成 去年就賣掉一萬件家具 不僅為市政府賺進800多萬的現金 也為環保盡奮心力 中立新聞李明德 李曉玲 台北報導